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弗的名号想必只要是奥迷都应该听说过 毕竟他可是经常性的活跃在各大奥特曼的贴吧运营群中 常常被拿来比较 叶弗是出现在麦克斯中的怪兽 之所以被大家熟知是因为其可怕的战斗能力 叶弗被称为理论上绝对无法打败的怪兽 如果你想用暴力制服他 他只会用更大的暴力来对付你 而如果你温柔起来 那叶弗就会比你更加温柔 典型的欲强则强 并且是没有上限的 在麦克斯中 叶弗并不是被麦克斯打败的 而是被小女孩赶化自愿离开的地球 远古之所以会设计这样的角色出现 正是为了告诉大家一个道理 那就是暴力不可取 曼秀海特 奈欧斯中的大boss是太阳黑子诞生的怪兽 拥有双形态分别是人形和怪兽形 长相十分恐怖 看到他真的有一种恶魔在世的感觉 招式跟能力都趋近于完美 尤其是头顶上第三只眼可以完美控制对手的行动 前击把奈欧斯跟塞外二一打得倒地不起 就算是失去了大部分的力量 也依然可以跟满能量里熬的联合光线对拼 强博王 艾斯中的最终boss 是由亚伯人打得出来的揪击合体怪兽 同时也被称为最强超兽 有六只邪恶的怪兽 他们的身体部分加上亚伯人的灵魂组合而成 虽然破坏力方面稍显逊色 但是防御能力却是艾斯中最强的 血后还扛斗 不过最后还是被我们的艾斯顺利带回了 吉家奇美拉 登场于电影《超奥特巴勇》中的怪兽 跟强魔王一样 他也是头融合怪 但是他的各方面能力却比强魔王要强上不少 由五位王者怪兽 加上无数影法师的黑暗能量融合而成的 身高足足有512米 奥特曼在他的面前就跟个苍蝇一样大 而且能使用所有融合素材怪兽的绝招 一路将平生三节压制 好在最后奥特斯兄弟将梦里尤斯赶到 八兄弟联手才成功打败了他 好了 这就是奥特曼中只出现过一次的强大怪兽了 你还找哪些呢 我在评论区中等你们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您的点赞是我们更新的最大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